TVB运用观音搭戏吴卓希,还曾让周润发作配,55最活成最美的样子。 相信最近最火的话题莫过于。飞虎之前航级站了。 一口气看完几集。热血燃情警匪剧的感觉又回来了。 更惊喜的是很久不见的大美女龚慈恩回来了。多少剧迷一听名字就想起她呢? 她在剧中饰演吴戴隆老婆、吴卓希的妈妈。 龚慈恩是八十年代迎评的绝色美女之一。曾经和邓翠文一同受到TVB的热捧。 风光一时红遍全港。 21岁的她从200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进入了无限第一期议员训练班,就此出道。 184年龚慈恩参演了苗巧伟、翁美玲、任达华等。主演的《楚留香之蝙蝠传奇》。 这是她第一部《吴华智源》。 这是她第一部古装戏。。 在《 examples》在里面扮演的华珍珍处。 在电视剧《楊家匠》中饰演的杨四娘。一身拗骨,均勾不让须眉的气概。 注视让人感受到她的魅力 1985年,才加入TVB一年的龚慈恩,主演了电视剧《大香港》 扮演角色是女一号舒威 和她配戏的男演员是当时无限最火的周润发和光丽杰 可见当时公司恩受TVB力捧的程度 该剧播出后,公司恩红遍全港 与周海媚、邵美琪、邓翠文、李美贤等人 一道被称为新节载,成为了无限当时的当家花旦 在1991年版的《雪山飞湖》里 公司恩一个人扮演两个角色 分别是成灵素和冰雪 成灵素的温柔聪慧 冰雪儿的娇美吃觉 被公司恩饰演的唯妙唯笑 颜值巅峰时期的公司恩被称为世上最美成灵素 96年 96年,公司恩在张卫剑版《西游记》中 饰演了典雅大器的观音 浦度众生的形象 浦度众生的形象成为了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紧接著,公司恩又出演了《雪花神剑》的聂小凤 34岁的她依旧 34岁的她依旧名称 34岁的她依旧明艳照人 单纯痴情的聂小凤 成为了无数男人的梦中情人 整个九十年代,公司恩还塑造了包青天,阴阳盼的张一芬 包青天,《雪云翻传奇》的莲彩云 天师钟馗的李慧娘的经典角色 不过女神的恋情 跟事业的一帆风顺截然不同 据说,公司恩的第一任丈夫是一名建筑商人 在1990年的时候公司恩发现其有婚外恋 随后便宣布离婚 后来公司恩与黄日华、梁洁华的三角恋情曾轰动一时 女神甚至一度被当成小三 被受舆论指责 为此公司恩远赴台湾发展 认识了丈夫林伟 她的老公 她的老公恰恰就是当年雪山飞虎中的福康安 虽然角色是妥妥的渣男形象 不过婚后二人关系非常好 就在公司恩系路转向一片大好光明之时 她却选择了回归家庭 这对于一位正直花貌年华女艺人来说 无疑等同是拿自己的全部事业当作赌注 婚后俩人恩爱如初 欲有仁一女 回归家庭后的公司恩淡出了人们的事业 一心相夫教子 家庭美满幸福 是圈内的模范夫妇 直到现在儿女都长大了 她又选择渐渐回归目前演出 除了这次的飞虎之前航级站之外 早于2017年公司恩也有参演 内地剧《那年花开月正圆》 饰演正式一角 虽然阔别目前多年 但演技还是非常出色 深的观众赞赏 今年公司恩55岁了 曾经的小花蛋变成了今日的老戏骨 但眉眼之间 还是能看到她曾经的美 当时光洗尽千华时 公司恩看起来仍旧与二十年前无异 对于公司恩而言 有被人铭记的角色 儿女在身边茁壮成长 这便是最美满的人生